新年又到了,答入蛇年 公元年份逢是12,余数是9,都是蛇年 排在龙之后,马之前的生肖,在12生肖当中排在第6位 蛇年又叫做小龙年 但为何形象不是讨好的蛇可以在12生肖当中占一直位 就要由传说讲起了 传说当中,开天辟地的盘古 人类的祖先伏禧和女窝,以至是牵缘皇帝 都是拥有蛇身的造型 因为这样,蛇就成为华夏文明无拜的陶藤 去到后来,才逐渐演变出龙这种我们熟悉的虚构神物 所以就算蛇被人感觉可怕和妖异 仍然可以位列在12生肖之一,排在龙之后 蛇的负面形象可能会令人联想到不稳定 不如看过去几个蛇年 本港已至全球发生过什么大事 在1941年的圣诞节 香港淪陷,开始了3年08个月的日治时期 到了12年之后 53年的平安夜 蛇结尾木屋区大火 5万人顿失家园 而较为近期的1989年 就有人人都不会忘怀的六四事件 而在刚刚过去的一个蛇年 即是12年前的2001年 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 相信大家都仍然是历历在目 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 今年和去年一样 都是只有年29 究竟年30去了哪? 中国的历法是根据月亮的圆缺来划分 但月亮的圆缺周期大概是29.5日 并不是整数 古人就以两次新月出现的时间的间隔 以30日的大月和29日的小月来划分 加上要配合每次新月的时候都要是初一 所以农历大小月的安排是不固定的 由于去年套年和今年农年的农历12月 都是撞正是小月 所以我们就连续两年都不见了年30了 深水清的人可能都会留意到 今年大年初一在立春之后 究竟整年应该由何时开始算起呢? 出现这个问题 是由于立春这个节气 通常是在西历的2月4日左右 但农历没有润月的年份只有350多日 而有润月的年份就有380多日 与我们熟悉的西历每年365日都不相情 所以就未必个个农历年都有立春 简单来说 逢是农历的润月年都是年头年尾两头春 即是俗称的双春兼润月 之后那一年就会好像今个整年那样 是全个农历年都没有立春的母春年 专家就说 基于阳历和阴历之间的调整 每19年就有7年是双春 7年是母春 所以整年是由何时计起 以及是由哪一日立春 根本就没关系 亦都不需要争论 今集的新闻智库讲到这里 祝大家新年进步 万事如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